好,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现在正式开始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在这节课的课程中 我主要是和大家一起 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PHPStorm 下面的调试工具给安装好 那么调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排查错误的一个手段 这里我们要特别说明 我所说的调试是指这个断点调试 调试本身这个概念是非常宽泛的 你做测试还有找问题 这个都算是调试 但是我们这个小节里面所说的调试 是指的是这样的一个断点调试 之前我们也说到过了 PHP这个地方调试有一点麻烦 还需要安装这样的一个Xdebug插件 但是对于JetBrain公司 它所出产的这样的一些开发工具来说的话 你比如说像Python的PyCharm下面 如果你想调试的话 是非常简单的话 不需要安装任何的插件 因为开发工具它已经把插件给你集成好了 你直接去运行的时候打断点就可以进入这个断点 还比如说像WebStorm下面 调试Node.js也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的PHP下面还是需要去安装 这个Xdebug插件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然后我们很多的PHP程序员都不去使用这个断点调试 而是喜欢在这个代码里面去写WallDump 还有这样的一个Eco来输出这样的一个中间的变量来找错误 这个使用WallDump或者是Eco输出中间变量来调试代码不是不可以 对于很多编程高手来说的话确实是可以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普通的开发者还是要使用断点调试的效率会更高一些 特别是对于一些复杂的代码 如果说是没有断点调试的话 我们如果使用输出变量的方法 这个过程是挺长的 你要逐步的去缩小错误的一个范围 但是断点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因为你可以一边走一边看每变量的一个结果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的在PHPStorm里面可以断点调试我们的PHP代码 那么后面的过程会有一些繁琐 但是大家跟着我一步一步的走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好 那么再去下载这个Xdebug插件之前 我们先来做一件事情 我们在Public目录下面 新建一个PHP的文件 名字我们叫做info.php 好 回车 新建完成 然后我们在这个文件下面写一段小的代码 PHP Info 好 这个时候我们来运行一下这个PHP Info文件 好 我们访问一下 Localhost.rg.public 然后info.php 回车 好 那么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网页 这个网页是非常有用的 它可以告诉你PHP的版本 以及PHP的一些配置的路径 还有很多的一个信息 那么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PHP的info里面 有没有这个Xdebug插件的信息 我们输入一下Ctrl-F 然后输入Xdebug 没有没有找到这个Xdebug的信息 这说明我们没有安装这个Xdebug插件 然后我们来下载这个Xdebug插件 Xdebug插件这个网址还是大家自己去搜索一下 直接输入Xdebug就可以找到 那么在这个页面里面我们看一下放大一下 好那么点这个download 因为这个比较慢 所以说我提前打开了 download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页面 看一下 它下面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Xdebug版本 对不对 看一下 2.51最新的 然后关于这个版本的话 它有64 32对吧 还有线程安全的TS 应该还有非线程安全的吧 对 有线程安全和非线程安全 那么这么多版本的我们如何去选择呢 很多的同学去安装Xdebug失败 都是由于这个版本没有选择正确 那么我们教大家一个方法 怎么样的快速的找到对应自己PHP版本的 这样的一个Xdebug插件 好那么我们点击这个release下面 这里有一个超链接 点击这个了之后 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页面 然后在这个地方 它需要我们输入一段我们的PHPinfo的信息 然后我们来操作一下 点回我们之前的这样的一个打印出来的PHP信息 然后右键 然后查看网页原代码 好这个是这个网页的PHPinfo的网页原代码 我们的Council加A 然后Council加C全选 然后回到这个小框框这里来 把刚刚所复制的东西粘贴进来 粘贴进来之后 点这个地方分析 分析我的PHPinfo 好点击 那么这个时候 它就会给你一个 合适你PHP版本的一个建议的 Xdebug插件版本 那么我们在这里直接下载它给出的建议 好 那么下载完成之后 我们要把这个Xdebug的文件放入到我们的PHP的目录下面 大家可以根据它这个地方的这个提示 一步一步的操作就可以了 这里我要说一下 它这里给出的这个相关的PHP的目录 就是你本集的真实的PHP所在的目录 为什么呢 因为你刚刚贴的是这样的一个PHPinfo PHPinfo里面包含了你的相关的PHP的一些配置 好 那么我们来操作一下 快速的打开这个XAMPP下面的PHP的方法 是在这个Council Panel这里 点击右侧这里有一个小的文件夹图标 点击它之后 会直接把你的这个XAMPP的根目录打开 在这个XAMPP的根目录下面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PHP的文件夹 好 双击进来 PHP文件夹下面又有一个这个EXT文件夹 然后定位到这个EXT文件夹之后 把我们下载的这样的一个Xdebug的DIL 拷贝到这个文件夹下面来 好 那么完成了以上这个步骤之后 我们还要在PHP这个配置文件里面 配置Xdebug的相关信息 快速打开PHP配置的方法 是在这个Panel下面 点击这个Config 然后选择这个PHP.ini 打开这样的一个配置文件 然后把它拖到最下面 最后一行 然后把这样的一段信息给复制进去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这一段配置信息里面 除了第一行你的和我的不一样之外 剩下的几行都是一样的 第一行里面这个文件的位置 你要替换成刚刚拷贝的这个Xdebug的文件的位置 那么这个文件位置你也不用自己的在这里敲 然后这个地方的信息其实这里是有的 第三行这里 它已经把这一段话给你在这里标识出来了 你只需要把这个地方给复制 然后再把这一行给替换就好了 这个地方的信息千万不要输入错误 很多同学有时候在这个地方出信一下 然后某个地方 比如说你哪个地方扫了一个字母 然后你这个Xdebug插件的就会加载不成功 仔细的核对一下 或者说可以到网上去搜索一下 因为这些信息网上是很多的 如果你不想一个个的敲的话 好 那么完成以上的步骤之后 我们记得一定要把我们的 Akkie的服务器给重启一下 点Stop 然后再点Start 把它重启一下 这个时候 这个Xdebug插件才算是安装成功了 好 那么我们来验证一下Xdebug是否安装成功了 验证的方法还是在PHPinfo这个页面 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然后还是Ctrl加F 然后输入这个Xdebug 好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找到了这里是有这个Xdebug这个信息的 然后我们快速地往下刷一下 找到了这个Xdebug大的配置项里面 好 我们可以大概的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Xdebug的版本2.5.1 然后后面这个有Xdebug的很多的参数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也有部分的参数 是在我们的配置文件里面已经配置的了 具体的它这些Xdebug的每一个参数有什么意义 这个就太多了 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资料 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没有太多的研究的必要 这个看大家自己了 好 那么到这一步的时候 我们的Xdebug就成功的安装了 接着我们需要来配置一下我们的PHPStorm 好 那么我们到这个PHPStorm这里来 在PHPStorm里面 我们点击右上角的这样的一个下拉的小箭头 然后点击这样的一个editor 好 这个时候就打开了这样的一个调试的一个配置 此时我们点击左边的这样的一个加号 然后选择下面的倒数第四行的 这个不一定 大家记这个名字 因为我的说了我的版本比较旧 然后这里有一个PHPWebApplication 点击这个选项之后 我们就打开了这样的一个PHPWebApplication的配置选项 然后我们看右边这里有一个server 对不对 那么接着我们要配置这样一个server 然后点击server这边右边的三个小按钮 又打开了一个新的界面 然后在这个里面我们要添加一个web服务器 点击加号 然后我们在这里输入一个服务器的名字 这个名字大家可以随意定义 我把它叫做appage 然后host 那就是localhost 好 点击apply OK 那么服务器server这里我们就指定了 然后start URL是这样的 你想调试哪个页面 那么你就在这个路径这里输入某一个页面的 这样的一个相关的URL路径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访问index.php 这个控制器 所以说我们就这么输入 我们输入这样的一个看一下 然后reg public 然后index.php 好 输入完成了之后 点击一下apply 然后再点击OK 这个名字我们还能改 我们把这个名字添加一下 我们叫做reg 这个你添不添加都可以 然后你也不一定非得叫reg 这个大家自己定义 然后点击apply OK 好 此时我们点击这个有一个小的一个爬虫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 它会打开一个网页 这个时候看见没 它就帮我们运行了这样的一个index.php 这样的一个控制器的页面 那这里为什么没有进入断点 这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打断点 对不对 好 我们可以在两个位置打个断点试一下 我们在最终的控制器下面的ik-信 方法里面先打一个断点 接着我们再到入口文件这里再打个断点 index这里再打个断点 好 这两个断点我们打完了之后来调试一下 好 到这个页面这里来 然后F5刷新一下 注意看这里它开始闪这样的一个小红光 这说明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断点调试的状态 这个就是断点调试的一个页面 它卡在了这个位置 它需要我们一步步的单步调试才能继续运行 好 那么我们调试一下 调试的这个快捷键也不一定 因为我说了我设置的是Visual Studio的 那么在我的下面的单步调试是F10 它就走了一格 然后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所有的一些相关的变量的一些状态 好 那么跳入到下一个断点 我的设置的是Consult F8 点击一下之后就到了控制器 下面操作的断点这里来 好 这个就是一个PHPStorm的调试的一个方法 我们把这个流程给走完 那么顺便说一下 关于这个调试快捷键 调试快捷键 大家可以看debug这个选项上面 这里有几个小的一个图标 对不对 然后把鼠标悬停在这个上面 可以是可以看到的 Step over F10 Step into F11 大家可以根据这个来查看自己的快捷键 然后打断点的方式 我这里设置的快捷键是Consult F9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 或者说一般来说的话 你就直接在这个地方点一下鼠标 然后这个断点就打上了 好 那么关于PHPStorm调试这个 我们就配置成功了 那么大家下去了之后 最好还是要把整个的调试的环境给搭建好 好 各位同学 那么本节课的内容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 感谢观看